两人虽然离了婚 但是柳兰说 她当时并不是真的要离开她 而是想给她一个教训 我虽然嘴上我说 我不想让她影响我的生活 因为她这样子 我就是想给她一个那种压力一样 让她有那种危机感 最后的警告吧 是我改个自信吧 在那之后 赖宗文曾对柳兰信誓旦旦的承诺 今后一定会改过自信 自己会好好努力赚钱 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而柳兰也很快原谅了她 并再次回到了赖宗文的身边 我都感觉她 说来她会好好地努力赚钱 把日子过好 我是一直坚信 她能给我好日子过 我们一家思考以后会越来越好 自己负责累累 我承认了她有什么用 原来赖宗文第一次开始犯罪 榨取别人的贷款 是因为她沉迷于网络赌博 输了钱之后 不但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卡 还四处借钱 最终欠下了二三十万元的债务 导致要债的人三天两头找到店里 天哪她的钱买到店里来 去买拿手机 手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做事情做不成 于是情急之下 赖宗文动起了歪脑筋 开始谋划 怎么从顾客那里弄点钱来还债 当时的想法就是 借得好像可以还这样 罗应先罗应 这样一时幅度 收了好多钱 赖宗文说 第一次从看处所出来之后 她真的非常后悔 也确实是下过决心 再也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却最终让她选择了 再次铤而走险 信用卡仪器 法院打电话 叫我去开庭 法院连开庭 因为把我手牵了 我就怕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拿钱反信用卡 赖宗文当时以为自己 可以销毁所有证据 能够做得天衣无缝 没成想 结局竟是再次将自己 送进了铁窗之内 十分对不起他 我希望他能等我 赖宗文一再强调 是为了还债 无奈之下 才会再次犯罪 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他的贪念 和他的自作聪明 才导致了他今天的恶果 面对铁窗才痛苦后悔 他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后果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